高龄91岁的编舞家刘凤学推出新作品 新作灵感来自法国名著小王子 这一次小王子造访了三个小朋友想象出来的星球 希望用舞座传达友善环境跟勇敢冒险的精神 而且刘凤学带着3岁到11岁的小朋友一起创作 这些伙伴们比他小80岁 刘凤学说跟小朋友一起工作编舞 给他无限的快乐跟生命的力量 舞者曼妙舞姿有如朵朵小花在风中绽放 传立39年的新古典舞团年度大型舞剧 小王子3.0改编法国作家圣修玻璃童话小王子 他要和大小舞者再次展开冒险旅程 QQ 为什么你会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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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状乱 我也不知道 我会全部叫做啊 没关系 我来两天饭了 这个故事的本身就非常吸引人 它充满了幻想 也充满了时间 他敢去做这个冒险 这关于儿童的读物呢 好像也丰富了我们大人的头脑 但是最重要的呢 还是我觉得这小朋友的同言同语 给了我们大人很多想象不到的刺激 高龄91岁 国家文艺长得主 编舞加刘凤学强调 儿童身上原始的创意是现代舞很好的养分 作品从一开始就让儿童舞者参与编舞 承认舞者也跳出柔软可爱的肢体动作 让我们的心好像回到是小朋友一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了小孩子之后 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就要想说 如果我现在三岁的时候我会怎么想 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大人的思考去要求他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让我们好像再重新经历一次童年 我这个91岁老夫婆也跟他们共同工作 我觉得可以了我无限的快乐 可以了我无限的生命的力量 丰富的舞台元素和肢体动作 找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